哈喽大家好,我是阿神的可月二 开旋呢,应该也已经有一个礼拜了 我最近呢,都一直在用这款国语的笔带 选的呢,是蓝色还有绿色的 这款笔带呢,我其实两年前就买了 一直没用,然后说非常等到初中再用 然后现在用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容量也很大 但是发现有一些问题就是 有很多人跟我撞笔带,买同款的 瞬间我就觉得自己没有个性 这个时候呢,就有位粉丝每天都推荐我一款 用心造物的笔带 用心造物这个牌子,我怎么没听说过 可能是我比较孤乐寡闻 网上查了一下以后,确实是有这个牌子 比较小众 但是呢,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贵 贵 贵就贵吧,我还是买来了 直接看一下 哇,这是啥呀,这是谁送给我的礼物吗? 这包装也太有仪式感了吧 搞得我都不舍得拆了 是明星造物的秋季限定款 妈妈呢,给我挑的是蓝色 叫海盐棉花糖 哇,又有秋天的味道 好激动啊 就是这个啦 这上面还有一节东西 这有啥 这是一张明星片 是手写的吗? 真的是手写的 我刚抹了一下,它抹开了 谁知道那么好看 这个是让你自己写的吧 这个是洗户小贴士 这个是退货的 最后呢,还送了一张贴子 是秋季限定的哦 哇,手写又有素材了 好了,我要拆笔带啦 下个小面包也 掉牌 这个呢,有两个拉链 就是两层 那里面是一个大的 然后两个小的 可以放一些地心啊 橡皮什么的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大个 可以放修正袋,舌子 也可以放一些小贴纸 那比大家看上去 食料也不错 把吊牌剪掉 放笔试试看 把这些彩色的 果汁饼、荧光笔都放进去 一二三四 二十只 二十只 还没放吗 再来 再放十只 好,这样差不多才算满 好,这里来放点东西 咕咕的吗? 感觉容量不输我这个 容量颜值都非常高 这个比较呢 三十九一个 大家觉得值不值得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加评论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雄渡小鱼 今天呢是中秋节 听说呢 今天八百半搞了个活动 我们去看看吧 看,原来 那么少了 哈哈 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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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以像一张知识的玩具 是什么呢?让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科学罐头的电路积木超级套装 好大一个呀 它可是荣获了中外玩具大奖 2022年度 创意执行哦 里面有三本 先是这个模块介绍的说明书 还有是一本玩法指南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电路 把模块搭建方式 总共有80个例子 最后还有一个身份卡 这些东西都不像玩具 像这些实验道具一样 好酷 这里两个是电源的模块 这里紫色的是实现功能的模块 蓝色的是操作的模块 还有这些呢 就是收音机模块 还有一个弹琴的模块 哇 这些玩具看上去好专业呀 等不及了 我们快开始玩吧 嗯 好的 我们从简单的开始吧 我们这款主要是带你认识电路的 我们在小学里已经介绍过了 这个什么串联电路啊 并联电路对不对 嗯 而且我们家里到处也布满了 电线啊这种东西 那么对你认识一下 会有很好的帮助 让你学习物理哦 嗯 那我们开始吧 Ready go 看我和爸爸搭了一个并联电路 这是两个开关 一个是这样 一个是这样按着的 然后这个是LED灯 然后这是一个小灯泡 这是主电源 这个下面有凹槽 可以卡在上面 每个玩具呢 做的非常精致 边缘有刀角 爸爸 嗯 我们来挑战一个可以弹琴的电路 好的 我给你找一个 好了 我和爸爸简单的完成了一个电子琴的连接 这是主电源 这是开关 这是琴 这是喇叭 好 我来启动开关 我们来弹琴吧 好嘞 这款玩具 把硬核的物理知识变成了趣味的游戏 让孩子边学边玩 打下坚实的科学基础 还有更多玩法等着你们去发掘哦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 关注的评论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神路小月 今天呢 继续给大家拍文具测评 等等等 今天呢支持国货 Kako Kako这个牌子你们听说过吗 我买过它的15字彩色中性笔 还是不错的 我用它做个手杖 今天呢我们来测评的是它的另外一款 就是这个 它呢比较古风 是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联名的 我要把它打开 里面呢有四只 应该是春夏秋冬吧 每一只上面都有字 然后上面还有它介绍 第一只是用心 第二只是不弃 然后第三只是必能定 最后一只呢是意境 而且它们都是有出处的 哦 四个颜色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 蓝色我觉得不错挺清新的 打开一只试试看 看它的笔头 它是自主研发的那些薄笔头 我转一下 都没有口子转不出来 这就是它们的一个设计 它是不可以换其心的 这是一个缺点 但是它的优点呢就是容量特别大 笔杆就是笔性一直到这儿 能写1600米是普通的四倍 那我们就试试看它写起来感觉怎么样吧 这写起来呢没有ST笔尖那么顺滑 但是还是不错的 跟子弹头笔尖差不多 这一套是四只 我买了呢将近是16块 一只呢平均算下来应该是4块不到一点点 你们觉得值不值 好啦本期视频就到这啦 喜欢我的视频不要了 点赞关注加评论哦 好吗